SCP-002是一个外太空来的大肉块 有一个通往内部的铁门 内部看起来像一间公寓 里面的家具都是用人体制成的 它能影响人类心智 借此使人进入 并能把进入的人类变成家具 SCP-003-1是一个用毛发 几丁值等有机物制成的主机板 位于一块石碑SCP-003-2上 当SCP-003温度降到35度C以下的话 SCP-003-1会增长 将无机物或无生命的有机物 转换成自己的一部分 如果增长时接触到生物 它会以该生物作为模板 并尝试与该生物沟通 SCP-003-2则会阻止它的生长并将其分解 一次事件中 因为基因会的研究增加了SCP-003-2的负荷 使SCP-003-1成功长成女性人形 有将人体重组与心灵感应的能力 声称它会未遇到的第一个 任何足够复杂的生物将世界重塑成一个天堂 基因会最后靠提供SCP-003-2外部电源 使它恢复功能 让SCP-003-1回到正常状态 SCP-004-1是以山木门 SCP-004-2-13则是12把生锈的钥匙 当用钥匙开门的时候 门会通向一个物理和拓步法则不同的意识界 除了SCP-004-7和12外的钥匙 都会在使用时 因为异空间的影响 导致使用者身体向四方罪裂死亡 SCP-004-7能开启一个巨大无法测量的空间 而SCP-004-12则会通向一只巨大的绿色生物 能唤起人最原始的恐惧 SCP-005是一把做工华丽的钥匙 能打开任何种类的锁 无论是机械或密码锁 SCP-006是俄罗斯阿斯特拉罕的一处泉水 人类喝下后能抵抗衰老 改善修复能力 并且治疗细菌病毒的感染 SCP-007是一位年轻白人男性 腹部完全中空 被一个类似地球的小星球取代 有气候还有地心引力 并且生活着类似地球生物的微型生物 想要地球上智慧生物的技术发展 相当于数世纪的地球 SCP-008是一种普利洋蛋白 具有高度传染力 被感染的人会失去思考能力 身体能力增强 试图攻击吃掉其他活人 并且就在脑部被破坏后才能被压制 SCP-009是亮红色像水一般的物质 具有与水分子同样的分子结构 但是在-100度C到0度C的温度间呈现液态 高于0度C为固态 低于-100度C呈气态 它能够同化所有与它接触的水 当与人接触时 会导致全身水分接动而死亡 SCP-010是六个铁质项圈 以及一台遥控器 当人被装上项圈后 就能使用遥控器操纵那个人的行为 同时也可以控制人产生肾上腺素 即启动或关闭交感神经系统 甚至能改变身体结构 扭曲重新设定受害者的形体 SCP-01是一座南北战争纪念雕像 雕像的外形是一位年轻男性士兵 油化钢岩雕刻 SCP-01会举枪朝准备停在自己身上 或是在自己身上排便的鸟类开火 SCP-01涉及的效果 与一般枪械造成的伤害相近 虽然非常努力维持自身清洁 SCP-01的身上也会沾上些鸟粪 当它沾到太多鸟粪 SCP-01会陷入痛苦 甚至朝人开枪 SCP-01-2是一个未完成的乐曲手稿 由多位人类的血液作为墨水血尘 接触到它的人会陷入疯狂 自残以使用自己的鲜血来完成作品 写完一部分乐谱的人会在完成这部分后 宣称它不可能被完成 并立即自尽 SCP-01-3是242支捲烟的总称 上面有蓝色墨水血尘的蓝色女寺字样 吸引SCP-01-3人烧物的人 会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定的身份不明的女性 女性年龄在25到35岁之间 身高约1.6公尺 预估体重50到55公斤之间 其他反复出现的相同细节 包括黑色短髮 蓝色瞳孔 和亮蓝色唇膏 所有变化都是精神上的 受试者的身体不会产生任何改变 被改变了只有他们对自己的看法 这些改变通常是永久性且不可能逆转的 SCP-01-4是一个外表30岁左右的白人男性 具有妄想性精神病 他声称自己被吓了永生不死的诅咒 身体也因此缓慢地变成混泥土 SCP-01-4外观是一名普通男性 但没有任何新陈代谢及衰老的迹象 不饮食 不拍汗 断绝一些生命活动 就在讲话时才些微唤起 除了眼睛和发生器官 全身僵硬 他能语人正常交谈 但对任何事物就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SCP-01-5位于一间被一团管道、通风管、锅炉及其他各种各样牵管制造设备所塞满的仓库内 管道能在不被观察的状况下生长,并试图连接附近的建筑 SCP-01-5有超过190公里的管道 管道具有骨头、木头、钢、粉玫瑰、人肉、玻璃和花钢岩制成 试图去修理或毁坏SCP-01-5的人员会导致身旁的管道爆裂 喷射出内容无数秒后突然停止 喷出的物质包含油、水银、老鼠、昆虫碎片、碎玻璃、海水、内脏与铁水 管道会继续在周围爆裂直到目标死亡或撤退 SCP-01-6是一种协议中的病原体 被感染的初期症状像感冒 但最终会导致全身大量出血 并从身上的所有孔道喷出 当感染者遭遇生命危险时 SCP-01-6会改变感染者的DNA 使感染者产生身体变异已度过危险 曾观察到的变异包括 长出腮、力量增强、长出类似蜘蛛吐司器的触手 变异也会受到宿主知识的影响 SCP-01-7是80公分高的人形烟幕 烟幕内部没有发现任何实体物质 一旦有影子覆盖在SCP-01-7上 它会立刻将影子来源整个包裹进烟幕之中 之后恢复原本大小 被包裹对象消失 SCP-01-8是一个直径6公分的红色弹力球 弹跳效率超过了200% 由1公尺高速落下将反弹至2公尺 随后为4公尺、8公尺高、16公尺高 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极高的速度 并造成大量的破坏 SCP-01-9是一个高2.4公尺的大型陶瓷花瓶 推测SCP-01-9是古希腊石制造 无法被破坏 它的内部会周期性地出现类似人形的实体 SCP-01-9-2 它们经常会用牙齿或爪子攻击 数量够多时可造成严重威胁 在SCP-01-9受到威胁时 SCP-01-9-2出现数量会上升 SCP-01-9折尔也会逐渐进化 基因会用焚化炉作用SCP-01-9 使SCP-01-9折尔从原本毅然 进化到几乎能完全抵抗焚化炉 SCP-01-2是一种真菌 能感染人类并控制它们的行动 这些被感染的人会增加环境湿度、温度 帮助SCP-01-2生长 并且邀请人进入家中 来扩散感染的范围 SCP-01-1是一幅巨大精致的中国龙龙身 以色素为实 会吃掉受害者皮肤的黑色素和其他纹身 移动时会造成刺青般的剧痛 它能通过物理接触来转移到他人身上 它能增加受害者的自信心、抗压性、减少疲劳、改善免疫系统 但许多受害者最终因为持续疼痛而自杀 某些罕见情况下 受害者也会死于致命的皮肤感染 SCP-02-2是一个位于英国某间医院地下室的停尸间 停尸间内随机的一个尸柜会定期开启 并出现一具尸体 尸体会开始活动并尝试离开停尸间 尸体不需呼吸、进食与睡眠 身体也不会发热 分析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器官或化学物质 从尸体上切下身体部位时 质量最大的部分会保留异常效应 脑部的破坏不会使尸体失去异常效应 头部以下的身体和自肢将会保持活动 大约两天至三周的时间后 尸体的活动会停止 变回普通的尸体 SCP-02-3是一只黑色的全科生物 习惯呆在十字路口 看到SCP-02-3眼睛的人 本人或是他的置信之一 会在一年后死亡 为了降低SCP-02-3的危险性 基因会将SCP-02-3的眼睛移除 但SCP-02-3失去眼睛后 却得到在白天时消失的能力 导致SCP-02-3的收容失小 之后他们试图用玻璃眼球 来代替SCP-02-3原来的眼球 使SCP-02-3的眼睛 出现在具有反光面的物体上 导致站点内许多人员的死亡 最后SCP-02-3的眼睛 被一项交求取代来收容 SCP-02-4是一栋建筑 内部是一个摄影棚 进入的人会被给予参加一个实镜秀的机会 内容是危险的障碍赛 胜利者可以得到高价的奖品 而失败者全部消失 竞赛结束后 会有实镜秀的录音出现在门口的信箱内 SCP-02-5是一个木制衣柜 里面充满各种不同时代风格的服装 服装有程度不一的破损 被称为SCP-02-5之一 当被穿上后 穿戴者会在24小时内死亡或遭受伤害 伤害跟服装上的缺陷相同 例如穿着失去袖子的衣服 可能会被野生动物攻击 或是遇上车祸而失去手臂 如果位在一个密闭的空房间内 穿戴者铺在服装外的部位 可能会产生类似坏死性肌膜炎的症状 或在破损的下方出现器官衰竭 SCP-026是一栋三层楼的废弃公立学校 里面能发现许多失去意识的人 年龄为12到18岁 已确定有庶民是该校的前学生或教师 他们在学校被废弃后失踪 并且在SCP-026被发现的年纪 小于失踪时的年纪 他们在SCP-026无法被叫醒 从SCP-026移出后 会突然惊醒 接着很快地脱水死亡并分解 在SCP-026睡着的人 也只有在移出后才能被叫醒 但只有原本位于学校内的人 会脱水死亡 SCP-027是一种未知来源的现象 同一时间只能寄生在一个人的体内 SCP-027的宿主 会不断吸引各种害虫到四周 宿主无法控制这些生物 甚至偶尔会被攻击 这些生物也会攻击过于接近的人员 SCP-028是位于一个废弃祸场中的 一个正方形区域 边长2.1公尺 进入SCP-028的人 会在3到6秒内 得到一个完全随机的知识 记录过的几个知识包括 将引擎改造成人类协议驱动的方法 12件SCP物品的起源和历史 照顾一窝岩鼠的方法 循环利用体内二氧化碳的方法 SCP-029是一位印度女性 皮肤大部分是黑色的 她有灵巧的身手 试杀的天性 能控制男性 并且对任何伤害都很强的抵抗能力 但在光线下会受到大幅的骚弱 可以推测她是印度教中嘉梨的化身 SCP-030的外表是无法 无性别 灰色皮肤的人类 身高71公分 体重12.7公斤 眼球看起来像被切割过的蓝宝石 SCP-030能使用多种语言 并了解17世纪的学术知识 SCP-030需要光照保持活动 解剖发现它有黏土 曼德拉草 草木灰水 水银 以及原血制成 推测与炼金术相关 SCP-031是一个没有特定形状的生物 能模仿任何人类的声音 看到SCP-031的人 会把它看成自己曾经爱过的人 SCP-031会利用这点 助导对方家中 SCP-031可以同时影响多人 最后形成一个包含至少18个 不同酒店房间的潮 以上就是30个SCP的简单介绍 主要想尝试一下不同的影片形式 按顺序简单介绍SCP 每个介绍尽量控制在一两百个字 如果觉得有兴趣的项目 大家可以再看完整的文档或影片 没有001的原因是 SCP-011目前就有30几个 本身就能做一支影片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形式 我再继续做 可能就会跟其他类型的影片穿插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助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让不喜欢吧 希望我组传SCP和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